我是7號5樓 然後上海的是在9月13號 那這一次的Party呢 會在裡面會唱歌 還有跟歌迷朋友呢 玩一些親密的遊戲 好的 這個禮拜六請大家來支持 美麗華百樂園 好 這是這個禮拜六的兩點 請大家一定要支持 還有我們的7月26號星期日 下午1點高雄SOGO百貨 還有 7月26號星期日 下午6點半台中中油百貨 如果什麼問題打02798168 或是上午鬼房子部落格 或是我的 部落格即可 大家多多支持啦 來看一下獨家潘瑋柏喔 潘瑋柏出導多年以來 就與許多韓國女星合作 這張專輯中的雙人舞 也特別富韓拍MV 這次去 瑋柏也特別去體驗穿韓服 韓服好像聽說男生的韓服是 男女都有 只有女生的 然後男生好像是穿的 都是很見識的 所以今天就要來體驗一下 只是他一跟老闆見面 就一直說要打扮成 裴詠俊的樣子 老闆似乎非常的為難 我想要打扮成像裴詠俊的 那個三級片裡面的那樣子 裴詠俊 裴詠俊 雖然沒辦法成為裴詠俊 他還可以穿著韓服 跳雙人舞 跳一段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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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開心可以穿上一身的韓服 很特別的感覺 希望穿起來好看 所以今天跟老闆說 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穿完韓服 韋伯也來挑戰做泡菜 雖然剛戴上手套的韋伯 只說戴上手套像要吃手扒雞 但他也認真的把泡菜做完了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做泡菜 然後我真的覺得 我今天做得真的很好吃 在鳳姐上 這個料真的做得很好 然後你去看 其實泡菜真的蠻健康的 其實他們剛說 吃泡菜會變帥 或是變好看 其實最重要的是為什麼 是因為吃泡菜 它那個辣的那個味道 會變瘦的這個辣椒 它是可以燃燒人體之內的這個 體方 脂肪 就是體重加脂肪 體方 吳佩儀的整理報導 體方 休息一下 整理新聞 整理一下 MV 時需要上山下海 這次簡直是天堂級的享受 上一支MV 就是傻的可以 就是上山下海 潛水 然後 對 不成人形之後 今天這個待遇 簡直就是天堂的極數 而這首歌的歌詞 是請來姐妹套 范小萱抄刀 靈感則是來自於 去年范范演唱會上 對前男友的感性發言 讓范小萱很有感觸寫了這首歌 我覺得啊 有時候 有時候 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想知道現在對方好不好 其實是 有點對自己 還有對之前的感情的一種釋懷了吧 而另一邊張志成拍攝MV暗戀時 然後甚至是我幻想 我會躺在他胸口上 而且他是裸著上半身的感覺 張志成表示 這次的劇情內容 是自己和導演要求的 面對如此有挑戰性的角色 有好心切的他 希望到時自己的演出可以到位 我希望說可以有到位啦 因為 畢竟那個 是一個 很不簡單的一個 演氣的方式 幫他採訪主整理報導 歡迎張志成 Yeah 哈囉 恭喜恭喜 我們都認真 期待了很久 張志成 新專輯暗戀 這張專輯呢等了三年多 三年 三年的時間 整整的三年時間 整整的三年 我記得因為之前有聊過 我覺得有這麼短嗎 呃 我跟你是四年 四年 所以我們已經很久沒見 可是我對上一張唱片是 我簽唱片公司 懷疑國際音樂的那張愛情術 愛情術嘛 可是離到現在 是喔對 06年的夏天五月 對所以現在三年多 對愛情術的時候 也有來百分百嗎 有啊 有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的那個 宣傳比較短暫 對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那 之後他又到香港 對 香港參加一個頒獎典禮 對我們就有見到面 有聊到音樂這個部分 專輯 所以他這張專輯 我相信是他投入最多的東西 為什麼 講出來嚇死大家 告訴大家好不好 因為我第一次當 當整張專輯的製作人 還有投資 還有投資 所以是我自己自主一個 音樂工作室叫 一個Team 智成一格有限公司 一個Team 對 那個Team裡面有很多人 就是他的老闆是張智誠 他的員工是張智誠 筷子是張智誠 然後打招是張智誠 好多人喔 日記的張智誠 看起來好多人 而且還自己 瞧通告的張智誠 還自己當自己的宣傳人 也是張智誠 可是有我的經紀人 歐傑幫我處理他 保標張智誠 自己還要保護自己 Security 當事成功 對 去夜市逛街的時候 就是自己當自己的宣傳人 說實在的 這樣真的很辛苦 但是其實 太辛苦了啦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非常非常的開心對不對 終於問世 對 就是這首歌錄完以後 心情會很放鬆 因為從第一首歌開始 學習怎麼做製作 到第五首 第六首 第七首 第八首的時候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完全是很深色 到你慢慢就是嫁親就熟 然後很多東西 又因為我投入了這麼多時間 我認識了很多 就是音樂上的朋友 以前我在台北可能錄音 也只不過是 唱片公司幫我安排所有的事 我可能都根本不知道 魂音師是誰 我不知道那個Mastering的 Studio在哪裡 很多很多後製的東西 完全沒辦法掌握 可是這一次 因為自己親身去做 所以我認識了很多 圈內的好朋友 重點是 你這 這是整張自己創作的歌嗎 沒有 這就是 大部分我是找我的朋友寫 找你的朋友寫 我自己還沒有到 那我可以寫整張 可是我寫伴手詞啦 有寫伴手詞 感謝詞也是我寫的啦 還有感謝詞 感謝詞 因為我覺得大家應該期待很久 那對於你這一張專輯的推出的時候 你的心情壓力大不大 呃 反而不是太大 怎麼說 呃 我習慣了從小就比較獨立 很多事情就想要自己去 呃 做自己去負責任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做出來其實 壓力就在於說 我能不能賺回我的所有投資的錢 可是在心情上 我覺得是很放鬆的 因為它所有的東西 從沒有到有 都是我自己掌握到的 所以 會很開心 對 很期待說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因為三年沒有聽到我任何的一首歌 所以這次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接受一個 經過三年 不同歷練的張之誠 嗯 所以呢 有一些的活動要來跟大家報告啦 對 其實今天 算是我發片的第二天 是 昨天開始發片 所以我接下來會有一些簽唱會 那第一場在 呃 禮拜天 26號1點鐘 台北的西門武昌成品 然後 8月2號呢 就下一個 就下一個禮拜嘛 就是在桃園 大遠 大遠白貨 然後5點半呢 在中壢收狗 然後8月8號 發發發發八節 兩 兩點在高雄夢時代 然後4點半在 屏東的太平洋 然後接下來每個禮拜都會有 8月14號會在 台北的敦南成品 會有一場 我都記得簽唱會 然後16號是 大概就是我們這次簽唱會的結束了 大概就會在 台南南方公園2點鐘 5點半會在台中中有百貨 好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張智晨 謝謝 這些專輯 暗戀 還要來支持他的所有的活動啦 謝謝張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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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攝影師他們都好緊張 拍我們就感覺 因為他們在拍這個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我們可能會往前 他們就 還記得昨天的同一時間嗎 我們突然間往前衝 大家嚇了一跳 因為可能觀眾朋友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我們說為什麼要離開那個鏡頭 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個環節呢 都要坐在這邊跟大家講話嘛 所以只要一台機器就好了 那會有一、二、三台機器 可能就在旁邊 對 他們旁邊看我們 我們突然站起來 他們就傻 他們就要趕快 Keyball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很緊張 不怕了 不怕了 他們已經習慣了 老鳥 因為志豪已經站了有沒有 志豪會怕 他是一直站著 他有機動性 對 然後這邊我手扒機 一直在這邊 stand by 好啦 下一則新聞 黃靜倫 明天是黃靜倫滿26歲生日 為了給他一個難忘的生日驚喜 導演決定串聯大家一起整他 欸 他怎麼整啊 嗯...就... 因為他講話口詞有點... 就是沒有那麼的清晰 難怪我今天就聽到導演在說 要幫他安排一場 一次講五分鐘的台詞的戲 而且是講中文 而且...不然加英文 欸 英文那就可以了 而且... 等一下才有給他劇本是不是 對 就是突然加場 真的嚇到 讓他很緊張之後 然後我們就去旁邊說 唉喔 你一定行的 OK了好不好 然後... 那邊就靠你了這樣 還要幫他加戲說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邊有一個美女 還有他跟他的文字 對 你不覺得他好像臉乾被棒子打哭嗎 對 雖然沒發現導演的整人手法 不過見到媒體突然來探班 黃靜倫還是起了小小疑心 他看到你們 然後看到平面攝影記者 然後就問說 他們...就是...怎麼會來這樣 然後我就說喔... 沒有 我們剛剛不是上去什麼日全食什麼的嗎 我說今天好像是來拍那個日全食的 我說...